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德华兹潜在的合同与一年前莫兰特签下的类似 那就是基础合同是5年2.04亿美元 如果爱德华兹入选最佳阵容 那么这份合同的总金额将变成5年2.45亿美元 WME经纪公司旗下目前有东契奇 恩彼得 爱顿 海耶斯 提湖 斯科蒂比巴恩斯等客户 森林郎在2020年选秀大会上首轮第一顺位挑走爱德华兹 在前三年都取得进步的前提下 爱德华兹得到顶星合同是没有悬念的 爱德华兹新秀赛季场均19.3分 4.7篮板2.9助攻 森林郎23胜49负 第二个赛季爱德华兹场均21.3分4.8篮板3.8助攻 森林郎46胜36负 最终首轮输给辉雄 第三季爱德华兹打出生涯最佳表现 场均24.6分5.8篮板4.4助攻1.6强断 五场季后赛场均31.6分5篮板5.2助攻1.8抢断二盖帽 森林郎42胜40负 首轮不敌绝晶 爱德华兹上个月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笔合同会很酷 但我热爱篮球运动 我打 篮球不是为了钱 我只想让人们感慨他是一个伟大的球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